你到哪儿 我就追到哪儿 我就是想永远和你待在一起 好吗 梅安 我好想每天都这样抱着你 医疗援助任务结束了 医院让我回去了 不过我会申请延期 总之 你在哪儿 我就在哪儿 去哪儿啊 看日出 你是生气了吗 其实 援助的任务对我不会有任何影响 只要我向医院申请 他们一定会统一的 你没有生气 而且 你也不用为我做任何改变 我这个人没什么计划 一向你在走到哪儿算哪儿 下个月去哪儿 我都还不知道呢 那 那 你到哪儿 我就追到哪儿 我就是想 永远和你待在一起 好吗 好漂亮啊 你 好漂亮啊 连安 往后余生 我希望每个日出人 都能和你一起看 那你到哪儿 我就追到哪儿 我就是想永远和你待在一起 郭云昌 我已经没有遗憾了 不敢事情更多 多远是永远 他远的事情我想不了 维安 你要是累的话 就先休息一会儿吧 就是我可能 您的八十大寿 我恐怕参加不了了 不过您的礼物我会准时寄回国的 怎么这么突然啊 难道是有了女朋友 是有了 就我们才刚刚在一起 感情还不太稳定 所以我想先留下来 没问题 你想留多长时间就留多长时间 爷爷都支持你 爷爷在想啊 你这都恋爱了的话 那爷爷这边也得着手准备啊 到底哪套房子给您做婚房呢 总得装修装修吧 爷爷 您这也太着急了吧 这还早着呢 行 没问题 丁正啊 记住啊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爷爷都是你在坚强后盾 知道了 行了 爷爷 不跟你说了 我去查房了啊 婚房 行了吧 我要去查房 请你让开 好 站好了 站好了 什么情况啊 一晚上的工夫 脚就好了 人也快疯了 苏芬亦可真厉害 嗯 嗯 好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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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